第七百三十五集 君莫林对于寒吉草这种功效也曾听说过 但真正接触还是第一次 知觉十分心情 他自然会按照白鹤染说的去做 只是一边写实一边也会问他 会不会一次性灌输的东西太砸了呀 这又是带兵打仗 又是大好河山 还有你整理的这些一理要理 你怎么把这些年科考的题目和试卷都给找来了 你到底想让你哥从文还是从武呀 他简直哭笑不得 能理解小姑娘想要一次性把更多的知识都灌输给哥哥的心情 可他实在有点怀疑寒吉草的功效性 真的可以那么逆天吗 真是那样的话 被寒吉草救治回来的人岂不成了天才 他倒是也听说过寒吉草可以补全人的心智 赵慧丢失的三魂七魄 却也是头一回听说这么个着步法 不由得有些替洪网担心 会不会起到反作用 他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想法 思索一番后做了个比喻 那我不知道人的脑子究竟可以装多少东西 但总归应该是有个限度的吧 那就像一只米袋子 它就那么大 只能装十斤米 或许你装十五斤 能勉强装进去 可一定要往里面硬塞二十斤 那可就要溢出来了 装三十斤 就能把米袋子给撑破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白赫然一边搅动汤药 一边点点头 能明白 你是想说 我一下子给我哥塞进去的 知识太多 他会承受不住 脑子炸掉 他无奈地撇撇嘴 放心吧 不会的 我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他跺了跺脚 伸手去扯了扯他的头发 以前我听四哥说起过寒极草 据说 是他的师尊凌云先生 曾经也用一株寒极草 给人入过药 当时那个人的家人十文贪心 就是希望傻儿子清醒之后 能够什么都会 甚至还能通过电视金榜提名 他们不听凌云先生的解释 惹恼了凌云先生 结果 也害了自己的儿子 据四哥说 那个人就是因为 一下子灌输进去的信息太多 撑爆了脑子而亡的 死的时候相当惨烈 整个脑袋都炸了开来 白赫然打了个哆嗦 感到一阵恶心 是不是害怕了 他警告他 所以啊 你可不能胡来 那是你亲哥 别拿他练手 他没吱声 倒是反问他 你们总会提起凌云先生 除了他是四哥的师尊之外 能听出来 你们对他也十分的尊敬 那他是位隐士高人吗 医术也很高明吗 君母林点头 凌云先生 是江湖中的一个传说 甚少有人真正见过他 多半都只是听说过 但所有见过他的人 无论男女 都会对他生起敬畏之心 四哥能拜他为师 是因为凌云先生 邵氏 曾欠过皇家一份人情 所以他收了一位皇子为徒 算是将这份人情给偿了 他不但武功盖世 医术高明 且每当冬季有难时 他都会出手相助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认真的道 阿仁 他很像现在的你 为了家国天下 四处奔波 一双妙手能回春 一杯灵药 能活死人 这么厉害 他语气淡淡的 并未起任何波澜 你不信 信 但也不至于像你们那样 对他崇拜致辞 他告诉君母里 任何一个时代 都会出现一位 或是几位传说中的人物 我相信在凌云先生之前 应该也会有一个 类似的存在 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 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 热点话题 我不否认也不质疑 凌云先生的本事 毕竟他教出了四哥 那么优秀的徒弟 但他是他 我是我 他不能成知识 不代表我也不能成 你可别忘了 这寒吉草 是用我的血泡的 他直指药 罐子里血乎乎的东西 沾了我独卖 传人白赫染的血 别说是现在这些知识 就算是我把整个天下 都灌进他的脑子里 我哥都承受得住 他有些吃惊 真的如此自信 他点头 就是如此自信 说完又挑了挑眉 君母理 你是不信我 喝我的血不是一次两次了 喝着先前都白喝了 脑子一点都不透彻 不是不透彻 是不管之前有多透彻 你的这身血脉 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刷新 我对他的认知 阿然啊 若非你是我未婚的妻子 我必然要提防着你 像是提防着阵前敌人一般 你这种存在 绝对是可以祸患人间的 纵然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也绝不允许 有更多人知道你的秘密 相信我 多一个人知晓 你自己就多一份危险 我知道 他苦笑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就是那个妖 所有人都想把我给抓起来 或是研究或是杀掉 也或是为他所用 你放心 老天爷给了我这一身血脉的同时 也给了我自保的能力 何况现在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人保护着我 不会有事的 他身子往前探 药罐子里的药材已经成了糊糊 比钢尖上时稀释了不少 快写吧 尽量多写 他催促着君慕林 所有你觉得可以告诉我哥哥的 还有你想告诉我哥哥的 你都可以写出来 回头我给他念 你要是有功夫 您给他念也行 君慕林执起笔 一边写一边说 我帮你念给他听没有问题 但怕是没这个机会啊 这次是我自己回来的 四哥去歌布了 所以我天一亮 就要立即赶回上都城去 进宫树植 他一愣 四哥去歌布了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突然就去了 我和他是一起离开青州的 他同他讲 本是打算一起回来 但四哥说 他先前答应过你 要替你往哥布去一趟 既然青州事已留 他不如直接就去哥布了 你不用急啊 他随身带来暗卫 哥布那头 也有早先布下的眼线 从青州到哥布 比回上都城要近得多 我估摸 年后应该就会有消息传回来了 他微微皱起眉 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慌 这种慌从何而来 他也不知 为什么会慌更不知 就像君木脸说的 确实是他请求四皇子 替他往哥布走一趟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四皇子 因为一个苏化碗 几乎是万念俱灰 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 实际上是想给四皇子 找点事情做 将他的经历 从苏化碗那里分散出来 可没想到那个人真去了 还去得这么突然 他都没来得及交代几句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他问他 不是你让四哥去的吗 是我让他去的 可是去了之后 重点该做些什么 该找什么人 我需要查的是什么事 这些都没有详细谈过 不对 在去青州的路上 也是说过一些的 我说想把我舅舅给救出来 还有一些不确定 是生是死的人 都得找一找 还有 还要探探哥布的底 段天德 白金红 林寒生 这些人都要查 包括那哥布国郡的军威 也得探 总有一天 东秦要与哥布正面相对的 这些 四哥心里都有书 他替他把话说了下去 然然 你不用担心四哥会有书了 他最是细心之人 知道你想要什么 搅动汤药的银勺子顿了顿 又开始搅动起来 他轻轻叹息 也受多虑了 四哥亲自去办的事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如果真要说不放心 其实就是不放心他 我原本都想好了 等四哥定下来什么日子去 我需得提前给他做些药丸带上 以备不时之需 哥布这种翻邦一族 总有些偏激的手段 我是担心四哥一个不小心 再着了他们的道 他一边说一边算计着 半晌再道 咱们也得做好准备 指不定什么时候 也要往哥布去一趟 我有一种预感 我的亲舅舅还没死 如果我能早一点过去 他会有得救的机会 不考虑引军入瓮 他问他 东晴是主国 冯大清 藩邦蜀国 是要国军亲自入京进贡的 而哪些日子算大庆 那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你要是想 明年就可以寻个机会 让他来 不 白鹤染摇头 我要救我舅舅 所以我必须得到哥布去 终于 天际泛白 造上最后一丝火苗也熄灭了 白鹤染将糖药端下来 放在窗边亮着 再回过头去看居墓里 半宿功夫已经洋洋洒洒 写满了几十篇纸 他有些过意不去 主动走上前 将笔从他手里拿下来 别写了 够了 我再写点吧 这一回京啊 指不定 有多少事等着呢 年前我怕是来不了了 那就年后再说 我哥的病也不是 一日两日就能治得好的 我打算撑一撑 多撑些日子 这寒鸡草的汤药 混了我的血 治成之后 就是放上一个月 也不会坏掉 所以我也不急 太快让他清醒过来 一点一点慢慢来 最好能把一个月置满 这样留在他脑子里的东西 就能更多一些 你在这边过年吗 他问他 不回国公府了 说话间 手上一回礼 直接把人收到了自己怀里 两额相抵间 他闻药相入鼻 他绣沉香上瘾 只想时间就这么停住 别再往前 也别去退后 他就在他怀里 安安稳稳 最好 不回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又开口 打破了一世寂静 实在不喜欢 国公府的气氛 看着那个爹 更是兴奋 你不知道 他杀亲生的骨肉 杀上瘾了 从前杀过我哥和我 现在又把徒刀指向了燕宇 前些日子 要是没有五哥 只怕燕宇如今 已经成了云梦湖底的一缕冤魂 与我阴阳相隔了 他与他说起 白燕宇落冰湖一事 心里赶上 有这么个爹 简直是我的人生耻辱 我其实不太想和你说这些 毕竟这是我们家里的龌龊 太多的暴露在你面前 怕你觉得我家风不好 也怕你把对我们家的厌恶 附加到我身上 你胡扯什么呀 他听得生了气 你们家是个什么样子 你的爹是个什么德性 我比你还更清楚 早在那些年 你混混顿顿不知所以事 我就已经把那个白星炎 了解了个清清楚楚 若是要因此而嫌弃于你 那当初赐婚的圣旨 也不会送到你府上去 他伸出手去捏他尖尖上翘的小鼻子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 都是些什么奇怪想法 当初那个掉到温泉里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 哪儿去了呀 那时候 你可是凶悍得很 他忽然脸红 挣扎着从他身上跳了下来 行了你该走了 天都亮了 他放声大笑 他吓得跳起来去捂他的嘴 你小点声 是想让全府人都听到 你在我这里过了一夜吗 这可是我的公主府 你给我留点颜面啊 他将他的小手抓下来 就因为是公主府 才可以无所顾忌啊 这是你的地盘 可是比京城里的 文国公府自在多了 怎么样 少然然 往后本王 到你这公主府 便自愿成为驸马 如何 那我到你的尊王府呢 嗯 那必然是我的尊王妃了 咱们各论各的 他偏着头想了想 笑嘻嘻地说 也好 说着 推了他一把 好了 快回京去 你刚从青州过来 一定有许多事情 要跟父皇回禀 我不能再耽误你了 左右再有两天 就大年了 公宴我是一定要回去参加的 到时候 你来公门口接我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谢谢大家